选择案倒数计时台东会选案件不断 为了强化民众查会反会议事 台东地检署举办了反会选记者会 加强宣导另外因应东部人力吃紧 华联高分权也加派人力进驻台东县蓝雨和绿岛来查会 台东地检署举办反会选事实记者会 由部落稳健站长者带来圆明舞蹈 揭开序幕 随后由部落齐老齐福 象征干净选丰预察会顺利 我们为了维持我们这个选举的秩序 我们这个检察官 我们查局 我们调查站 我们政风处 联政署政风处 还有我们移民署的专行队 几乎全都动员起来了 布置查记会选 检方也制作各族群族语宣导影片 希望强化部落族人反会选的意识 而随着选战进入倒数计时阶段 台东地检署也表示 九合一省举台东地区仍出现了会选的情形 目前检方也已经积极介入侦办 那其中类型最多 大概有将近一半是现金汇选的性质 然后其他四分之一大概是幽灵人口 那另外四分之一就包括 参会旅游 还有一些暴力介入的 另外因应东部人力吃紧 花莲高分检将指派两名二省检察官 选前进驻蓝与绿岛 首创以一二省团队合作共同办案的方式 让离岛民众看见地检署查会作为极决心 也呼吁候选人秉持不卖票 不买票原则 共创干净旋风 近期三大会台东西报道